2月24号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国际著名数学家邱承彤先生。 李克强说,科技创新和发展需要基础科学的重要支撑,数学是基础科学的基础,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皇冠。 要尊重科学规律,强化基础科学研究,扎扎实实把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基础打牢。 支持科研人员秉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,潜心向学保持定力,历届浮躁,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,实现新的突破。 要尊重人才,营造进展奇才的环境,加强国际交流合作,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。 邱承彤先生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,是世界首位或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华人。 近年来,在中国致力于基础学科建设和杰出数学人才培养,萧杰参加会见。 参加会。 2、203、204、204、214、2014、2014。 2、20143、2014。 用了资料达。 二、2014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